12月19日至20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中点部署了乡村振兴工作 提出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集中力量抓好半程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时事 相关专家认为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描绘了三农新蓝图 这次会议专门提到了几个关键点 比如说坚决整治乱战 破坏耕地违法行为 加大高标准农村建设的投入和关乎力度 这一点实际上就说明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敷衍辽阔 人口众多的国家 农业是命根子 耕地也是命根子 我们牢牢的端住粮食饭碗 会议指出 要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 农林牧鱼并举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专家认为 建行大食物观 要以科技为依托 做好政策扶持和技术储备 努力开拓食物来源途径 我又听到了大食物观这个词 2015年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 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 也就是我们要拓展食物的领域 更广泛地去向森林 向江河湖海要植物 向新型的动植物和微生物 要热量要蛋白 大食物观呢 对我们今后国家的食物供给能力的提升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现在呢就要抓住机遇 以科技为依托 做好政策的扶持和技术的储备 做好大农业 大食物 兼顾大生态 大环境 汇集大市场 打造大品牌 构建粮食安全的大格局 会议还提出 要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专家认为 这意味着中国就向连续10年实现粮食产量目标不断努力 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1.3908万亿斤 连续9年 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都是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的这个播种面积 从今年公布的数字来看 它是在增加的 而且单产是提高的 我们明年2024年 还能够保持这个1.39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一方面啊 要产业形容 质量形容 绿色形容 培育乡村产业 同时呢 把种业 新时代的农业领域的芯片要做好 同时呢 加强耕地保护建设 建设高边标准农田 就是要不短板强弱项 才会把这个真正农村的这个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做好 专家一直认为 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毫不放松 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攻击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那下一步不仅是要吃得饱 我们还要吃得好 就是要产量产能一起抓 数量质量两手抓 生产生态一起抓 不仅是保住十八亿亩的红线 不能动 而且还要提高粮食的产能 一方面要推动产业和就业的帮扶 特别是对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大地区的常态帮扶机制 第二个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包括建设平安乡村 第三个就是农村农业现代化 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 还有一个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要持续推进一风一俗 另外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 鼓励推动各地的实现探索和制度创新 我深信只要是常抓不屑 不折不扣 雷厉风行 求真务实的落实 中国式现代化将会在 一代一代人的手中 以钉钉的精神 把三中工作落实落地 就一定能实现